眼前这艘交房26号中午 被路过的张信与一名 发现搁浅在大午海滨公园附近的岸边 因为船只一直在冲撞沙滩 觉得有意转 随即上前查看 未发现船上人员 随即通报海巡大午安检所前往查看 且无法与船主取得联系 海巡署及联合警销单位 在大午沿海展开搜救作业 报案民众表示 发现搁浅船只除了没发现任何人之外 引擎的发动机还处在启动的状况 摆在那里应该来说 我说摆在那里 说起来 我说到我们家就乘到那里 那里看 我说怎么没人 我就靠地 我们的安检所 第一伤岸型队表示 这是一艘屏东新海鱼杆交房 26号清晨5点多 从新海鱼杆出海作业 经过一夜收行卫国 27号扩大范围 到屏东俄网比附近海域 终于上午11点15分 在距离船只搁浅地点50公里处的 屏东风吹沙海域 找到落海的理性船主 但已无生命迹象 据船拔作业的习性 家属是有表示 应该都是在续海 新海一带海域实施 这个捕捞的作业 所以我们研判可能 失事落海的地点 也有可能是在外海 所以我们把整个搜索的 区域有加大 至于落海原因 检方后续调查当中 海巡署呼吁民众 出海作业或暗季 周边活动时 应更加注意海向及气候状况 并以留意自身安全 原是新闻物质 台中大午采访报导